赵丽颖朋友圈 赵丽颖朋友圈撒造曝光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前段时间 有网友在网上曝光 赵丽颖在朋友圈 刷出自己31岁生日party的现场图 反而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我的她 生日月梦终于可以换新的了 这条动态却有点扎心了 重点是赵丽颖动态上最后的十个字啊 生日月梦可以换新的了 也是有点扎心了 现场气球鲜花气氛浪漫 丽颖从背后环抱住冯绍峰 满脸笑容 甜到好 此前两人领结婚证 当天的照片也曝光 但是这样曝光赵丽颖的朋友圈真的好吗 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印象 最深的还是西游击女儿国 我想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 应该不会陌生 在2018年贺岁报 赵丽颖与冯绍峰主演的西游击女儿国火爆登陆院线 可惜由于自身口碑太低 这部西游击女儿国仅收获七一种票房 同时干净的豆瓣平分仅四点四分 可以说这是一部并不成功的商业片 在电影西游击女儿国中 风上风出演的唐风最终离开了赵丽颖饰演的女儿国国王 虽然聚众两人的爱情无疾而终 不过戏外他们洗劫连理 走到了一起 甜蜜依旧 结婚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可信可合的事情 两个人在网上同时公布结婚喜讯 从圈内好友的祝福来看 两个人的人脉相差 有点悬殊 自从赵丽颖和冯少峰在社交平台公开刹赵正式宣布结婚以来 可以说是引发了网上巨大的轰动 仅仅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赵丽颖宣布或宣布微博下 网友回复已经接近百万 由此可见这一间大喜讯所引发的关注热潮是何等震撼 这也看得出作为当红小花的人体是多么的火热 大家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那就是明星隐私的保护 明星光线亮丽的背后也承受着很多的压力 恋爱 怀孕 生子这些都成为网友热义的话题 近年来关于明星隐私曝光的事情有很多 这大多数都是因为一些疯狂的本丝和私生犯的不理智行为 像这种情况发生在艺人身上真的是数不胜数 娱乐圈的艺人遭受这种苦恼的情况真的是数不胜数 明星也需要私人生活朋友圈 大家一直都很担心隐私被曝光 没想到连这个事情都发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